一辆辆车大排长龙 民众下车查看 实在毫无助 想要顺利回家 只能无止境地等待 因为滂沱大雨 让苏花公路又有土石探防 29号下午 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花莲降下的豪大雨 导致台九线就是苏花公路 148公里处附近 还有台九丁县61.2公里处附近 有落石探防和土石泥流 甚至砸到经过的车辆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虽然预警性封闭 但经过公路段人员的抢修后 台九线在当天深夜11点抢通 而台九丁县则事先开放单线通行 从桃园暂时开到花园这边 也算蛮正的 只暑假到来正后状况频繁 花莲在地协会也想出办法吸引游客 清先生匹配上烧烤炸物 还有许多在地小吃餐车 知名的古迹江军府今年4月才重新整修开幕 就遇到地震 因此协会选在这里举办 后避错夏日派对振行观光 在许多补助和活动的推动下 订房率稍微增长 而在地人认为现在还只是暑假刚开始 只要活动持续办理 让大家看到花莲的好就会有希望 在地观光业者也有信心 期盼迎接人潮回流 TVBS新闻高中南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